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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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 我是童文勋 趁这次机会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或是给大家 给大家一个概念 什么是商标 或是服务标章 专用权 那么很开心我们拿到了这个同温层 这三个字的这个服务标章的商标的专用权 那为什么是说商标什么是服务标章呢 商标是说我比如说有个实体的商品 比如说我做这个手机好了 这个手机叫做同温层 那么我就用同温层去卖这个手机 那这个叫做商标 你就要登记在手机这个项目 这个类别里面 那其他人呢就不可以再注册相同的类别 或是近似的这个产品 以免就是说商标是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表章商品的来源 所以呢这个商品的责任要找谁 不准别人仿冒 然后也尊重智慧产权权 所以商标其实在 我们今天要做任何的这个采取任何的行动 做任何的生意 其实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开一个小小的这个网路工作室也一样 你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一个名字啊 那个名字取好之后 其实应该要先去委托好这个商标代理人 那可以去查清楚就是说 有没有已经有注册的 大家都喜欢很好的名字嘛 那你想象得到的 别人也想象得到 所以取皮自私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因为商标是一个属地主义 就是说你今天在台湾注册 然后后来你这个生意扩充到日本 扩充到美国 其实你在各地都必须要注册 好 那我们今天就以台湾来说 我们今天做一个网路上面 或是我们今天要提供一个节目 那你所涉及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范围呢 叫做服务标章 你就会有一个服务的标章 比如说我今天是台湾大车队啊 那么他的车队 他不是一个商品 对不对 他提供的是一种运送的客人的服务嘛 所以像台湾大车队这样的东西呢 他就会是一个服务的标章 那么同温层一样 因为我们不是在做商品 那我们是一种服务 我们提供的可能是媒体 节目内容 这都被视为是一种服务 所以服务的部分呢 就是叫做服务标章 那一样你有服务的类别嘛 服务的种类服务的项目 所以当时我们为什么取名叫同温层呢 第一个 其实好的名称 说是你喜欢的名称呢 或是大家可以朗朗上口的名称 是最好的标章对不对 是最好的商标 可是呢 你想得到别人也想得到 所以 你现在不能再去注册 比如说Google 苹果 或者是说别人已经注册了 但是你在别的类别去注册 可能也是会被打掉 如果他是一个知名标章的话 知名商标的话 好 那么所以当时为什么叫做同温层呢 第一个 我们去查过 并没有相同的注册 第二个 我是我的姓氏跟那个名字有一点谐音 然后有一点趣味性 再来当时觉得同温层呢 事实上它是一个 本来是一个属于气象的 或是大气物理的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在同温层的时候 比如说你飞到一个高度的时候 在同温层 那同温层的气流怎么样的流动 那么要突破 这个不同的同温层的思维 又是怎么来的 所以我们当时是觉得说 其实现在所有的媒体 以及我们的社群的关系 是进入一个同温层的一个时代 那同温层很难被突破 我现在讲的是相同的同 同温层很难被突破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突破同温层 所以我们就有点趣味性的认为说 我们要创办一个同温层 一开始当然是聚集 有相同见解的人 形成的当然也就是 相同的同的同温层 可是我们希望 这个同温层可以突破同温层 因为用什么样的力量呢 我们靠的就是 做实事说真话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们希望能够把理性探讨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这样的一个环境 重新再建立起来 那因为现在媒体我们认为 不管是所谓的主流媒体 或是我们的YouTube 或是社群媒体都一样 社群网站都一样 我们认为它已经变成一个 无可救药的一个环境了 是一个遏制的环境 然后甚至还有人呢 可以花大钱去用网军 来攻击不同的人的言论 所以要避设你的同温层 要避设你的认识空间 所以我们取得 取得这个名字同温层 那因为先去检索过 所以呢 很快我们现在已经取得商标专用权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很放心的 继续用这个名字呢 我们去做网站 我们去拓展这个平台 利用这个平台呢 我们可以去扩展 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论述的节目 可能有更多的年轻的律师要进来 提供大家很基本的法律常识 怎么样去解决日常的法律的纠纷 或者是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的纠纷 再来是我们可以有美食的节目啊 我们可以谈建筑啊 我们可以谈历史啊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谈 所以我们就会在同温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你把它建构起来 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先去注册同温层这个商标 服务标章 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哦 有一天可能你发现说 人家早就注册了 所以不准你用 那糟糕了 你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力量跟时间 花费了金钱在上面 发现说你得从头练起 从头练起包括你还要去 重新设计logo啊 还有你的信纸信封啊 你可能已经印刷了一些东西啊 就通通都要重新做 这是多么可怕的工程啊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 如果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一个小生意 还是你要做一个网红 还是你要这个 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要发出来都一样 还是你有一个手工水饺要在网路上贩售都一样 必须要先把商标确立 那这个东西其实花费不多 但是活在这个时代你不能说我都不懂啊 所以小律师又很贵啊 很抱歉这是必要的成本啊 那其实注册商标并不贵了 所以其实平常你救星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三师是一定要的 律师、会计师、医师 这三师是你基本上应该要具备的 应该有的朋友 好 所以我们把商标专用权的概念给大家 这应该是对大家对于以后 如果要做任何的事情 第一个动作 在还没有启动这件事情之前 其实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把商标专用权 服务标章专用权要把它确认 好 那你为什么申请不见得能够取得啊 有很多的美港嘛 所以你需要专家来帮忙 好 那么讲到这个我就要 一样讲到这个王太利 就你想想看 当你把我们当作是微网红 有没有任何一个微网红 会去申请商标 会去申请服务标章 会想到这么深远 然后我们要从头开始就有脸书 要跟大家互动 然后我们计划将来要怎么样去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长期的思维 包括为什么我们要去做地方报 我们要怎么样厘清把整个所有人都看到问题 可是谁开始出手来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看到问题 我会开始想要怎么解决问题 所以我就开始来做这些动作 那好 我们绝对不是经营僵尸账户 像中国来那些看热闹的 觉得说你骂蔡英文很好 希望你继续骂下去的 这种观众我们也不欢迎 这不是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 所要达成的目标 那你对我们将来要建构的所谓的 我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要重新建国 这件原大的目标 这也不是你们想要看到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要去招揽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僵尸账户 我是中国来的这些 这些visitor 那当然有很多 其实是写前几字的朋友 非常支持赞成 同温层的理念 我们非常欢迎 因为我们已经把彼此是架构在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同温层在对话呢 是一个国际公民的同温层在对话 所以非常欢迎你们 也谢谢你们的支持 所以讲到王太立就会发现说 你对同温层 连一点点基本的了解都没有 你如果从第一集开始看起 或者你甚至真的有所谓的 从你8月29号开始调查这件事情 那8月29号开始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有任何在谈论文门的问题吗 没有 那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 说第一个我们没有任何的抄袭 或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复制 然后我们跟别的节目绝对完全不一样 是因为从头到尾气化 题目怎么样去每一天要说的东西 证据都是我亲自找的 都是我亲自看过的 所以我非常有把握 那么所以从商标专用群的取得 我觉得更证明一件事情 王太立 你没有做到一个新闻所的教授 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 所应该要做到的基本的功课 所以我们法庭见 与她们一般的衣服 让我一定要打垫 琳达呢 琳达你这个是贵妇型的 你那个花生好像是最好的 我现在怎么搭的 我是每天一大早起来 这就是我的第一样的保养品 因为我就是赶快就先把它拿 我围起来 因为一早起来比较凉 我先回到脖子上再穿上我的衣服 所以你也保护猴龙 对 最重要就是说 因为这脖子 就是因为有时候晚上睡觉 不是那么的就是躺得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测睡什么的 再加上就是说 可能我们就低头足 每天滑滑滑 然后再加上电脑看得就是很僵硬 或者是坐在那边开会 或者是跟客人讲话 都是很正经为座的 所以这脖子就是有点紧 所以那把它这个 就是每天早上挂上去以后 哇就觉得马上有那个治疗的效果 就觉得整个早上起来 你的脖子就已经很柔软了 很舒服 所以我就是挂上去以后 就刷牙洗脸 做早餐 然后一直到要不要出门 这样就已经热敷了一两个小时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脖子好像就已经是新的脖子了 就可以又可以看了 就出去再去找他 是 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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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